现场有韩国瑜的所谓小编 那个小编才22岁的一个 世新毕业的女孩子 他就讲了非常多的 这种非常非常非常不礼貌的用词 而且是子穷就是在吵架 就是跟陈正文吵架 然后呢跟这个 这个在场的其他人这个吵架 然后吵完之后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我有因为他不晓得讲到什么东西 我说我说我讲了一句说 韩国瑜你不要把年轻人给带坏了 因为讲话非常的不礼貌 非常的粗鲁 那我在现场讲这一句 第二就是说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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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孩子呢就讲了一句说 你们这些大人好恶心 什么啊这个啊 你们大人 因为他好像跟陈正文在吵架 他就说你们好恶心 你们你们这些大人又老又穷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就说你不要人身攻击 那我的名字就被利用到了 我就有点生气 我就打电话给韩国瑜旁边的 媒体操板手 因为那些人我都很熟 我就讲了一句 我说 我说你请你去跟韩国瑜的阵营说 他们要自导自然 做网顾上的这些假的故事 但是不要牵手到我 到今天为止 那这个整个的操作 你认为是韩国瑜一个人 这个当年吃滷肉饭的人 可以做的吗 那后面一定是有一团力量 我先警告一下 像这种的小编 你不要再出现 我也不会跟你对了 近期锁定新台湾加油